哈喽姐妹们 今天是PDD评价半身裙科级 提前给你们看好了 最有危险 本期可以放心观看 首先第一条是这个 之前视频里出现一次 就被你们问问连接的 这个灰色的工装裙 这条裙子其实我有买两条 我是不同件的 但是刚走了之后 才发现它们两个版型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两个的面料不太一样 线下的就是这种普通的工装面料 灰色的就有点像是这种素杆面料 我个人是自留了灰色的这一条 感觉灰色的版型更简单 平时买不到合适工装裤的简媒 真的强烈推荐你们尝试一下工装裙 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 但是裙子会比裤子更适合理性身份 然后是这两条裙子 因为它们是同一家买的 所以我就跟你们一起讲了 我拿下来衣服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做工 它这个总线 我们看特别的整齐 然后包括这里的这个红线 还有它这个面料 面料看起来也不是很廉价的那一种 而且每条裙子 它还配一个这个腰带 卡西斯的这一条前面是白褶 后面是平面 这种版型穿起来 它后面就不容易扎着 小鹏打马女装 灰色的它做了一个圆弧形的拼缝设计 这条我穿腰围稍微大了一点 但版型还不错 小鹏打马女装 然后是这条牛仔翻身裙 这条裙子它腰部做了一个这个小半边 还挺有设计感 这条虽然才三十几块钱 但我觉得它的做工还不错点 而且里面还给我们做了一个这种牛仔的里称 绝美半身裙 不像我这个六十多买的这个半裙 里面的这个内衬面料 看起来就很廉价 最后是一条这个碎花的半身裙 这条也是很便宜 但是穿上很健壮 裙子从正面看是不显夸的 而且这个花边的位置也挺好的 没有卡在屁股上 所以从侧面看也不显胖 裙子里面也做了一个内衬 所以穿起来不会偷 下摆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叉 我牛碎花裙